下午好,我是瑞铭,马上带你跟进撤换雪州大城风波课题 撤换雪州大城风波又在被提起 公正党秘书赛夫丁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 他已经拟好一份详细的书面理由 包括卡利涉及诚信问题的法庭案件记录 解释为何公正党必须撤换卡利 这一份书面解释会在明天交给伊斯兰党和行动党 我会有一点有说法的兴党和行动党 我会是一件事发生的法庭案件 我会是有关照片而行动党和行动党和行动党 要来到网站的法庭案件 我会有关照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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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发表我最终的项目 对最终的共同党,? 那赛夫丁的说法是卡丽有诚信问题 但诚信问题会不会只是对外的理由 公正党内部还有什么问题 以致卡丽必须下台吗 伊斯兰党将会在8月10号召开中委会 也将会在会议中议决对卡丽的态度 却不知道公正党这一份解释 对中委会会有何影响 赛夫丁说公正党在星期五晚上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中 讨论雪州大城问题 也决定维持望阿兹沙为新任大城的人选 另外有报道指出 政治局也讨论撤销卡丽党籍的问题 但赛夫丁已经做出否认 而如今所谓的诚信问题 会不会真的影致日后卡丽的党籍被撤销呢 更多新闻尽请留守百革时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